在美國的吳建民在1989年 是南京高子聯的領導人 中共六四開槍屠殺學生的那一天 他正率領著千餘名南京地區的高校學生徒步北上 但在安徽楚州被強行攔回 六四後 他繼續抗爭 組建中國民主前線組織並擔任主席 1990年 他被南京國家安全局逮捕 判刑10年 最近 一個偶然的機會 吳建民從臺灣作家李敖 為中共六四屠殺辯護的一個電視節目中發現 時任中共外長的錢其琛 在外交實際一述中記述了他的事情 在這本書的第190頁有這麼一段描述 美方拿出一份長長的 所謂被拘捕的不同政見者的名單 其中有的只有拼音 沒有漢字 名單中有叫吳建民的人 我向貝克說 我們的新聞司司長叫吳建民正在現場 此時 吳建民答道 在 貝克見狀反應還算機敏 馬上說 噢 你放出來了 引起哄堂大笑 美國國務卿跟他要的這個人 是一個年輕的學生 他們用同名同姓的 年齡之間相差幾十歲的一個官員 去張官李戴 移花節目 那麼這件事過去了多少年以後 這個前期中外長在回憶錄裡面 還沾沾自喜得意洋洋 前六四學運領袖吳建民表示 貝克訪華是當時西方 制裁中共兩年後的一個破兵之旅 中美雙方都很重視這次會談 但中共官員卻用這種手法去欺騙 還當作一種外交智慧來吹噓 真是無恥到沒底線了 錢其琛的這本書在大陸發行20萬冊以上 被中共國家機關和中央機關推薦為 公務員的必讀之書 並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多地出版 不過 吳建民指出 這件事也揭開了一直壓在他心頭 20多年前的一個疑案 1991年冬天 幾位中共官員來到他 正在服刑的監獄找他談話 他們帶著一副傲慢的神情告訴他說 要改變反動立場 只有向政府認罪 毀罪 用自己反悔的行為去教育大家 才能得到寬大處理 否則 哪個都救不了你 可以說 即使是美國政府想幫你 貝克救不了你 布什也救不了你 吳建民當時聽到這些話摸不著頭腦 也覺得可笑 因為他與美國沒有任何接觸 也沒想到誰會救他 當然 吳建民不知道 當年美國國務卿貝克訪華的時候 要求釋放的名單中就有他的名字 他更不知道 前外長用與他同在南京出生 同在南京第二中學畢業 年齡相差30多歲的 另一個叫吳建民的高官代替了他 作為回擊美國提供名單不實的證據 吳建民認為 前期真的做法反映出 中共官員對學生被抓 被殺 被判刑 根本不關心 學生在他們的眼裡就像空氣一樣 也能當作存在 也能當作不存在 極度傲慢 吳建民還表示 狂傲且愚蠢的中共 也不會懂歷史是無情的這句話 他更沒想到的是 被關押的人有一天還能戳破他的謊言 因為中共就是漠視人權 漠視生命 指迷信用機槍坦克 讓你屈服的這樣一個強權政府